上个视频,我们解锁了火卫翼机会点 这个视频,我们来单刷火卫翼BOSS 海军陆战队忠实 在此之前,我们先要打通前往海军陆战队忠实节点的道路 首先,是火卫翼的节点,Losh 这是一颗歼灭任务 消灭足够负量的敌人,就可以完成任务 此时,我们效忠的集团 军红仲裁者的声望一马,可以升级了 刷技完成后,我们选择堕落枪并昧,作为升级奖励 接下来的节点,是火卫翼的Sherlowski 这是一个间谍任务 在爱点解锁大门之后,进入内部 打掉头上的坚固摄像头 干掉所谓 小心这里的坚固摄像头 不要被它捉到 捉到它的死角,然后将它打掉 等待这里的激光栅栏打开,再关闭以后,再进入 这里的激光栅栏也是一样 解锁金库大门,进入内部 解锁终端 解锁终端 B点完成 然后前往下一个地点 来到B点,解锁终端进入内部 操作电梯,前往下一层 从没有监控摄像头的这一边进入 没有监控摄像头带点这一边的监控系统是关闭的 所以有很大几率,这边是没有激光栅栏的 解锁终端,进入金库内部 解锁数据终端 地点完成 继续前往飞 来到飞点后,解锁终端进入内部 前往前面的通风管道处 躲避公众的激光栅栏 通过通风管道继续向前 尽碎栅栏 离开通风管道 这边哈利亚的墙法要进入睡觉的时候 不小心遇到了激光栅栏 触发了警报 进入这个房间 使用前面的开关关闭激光栅栏 解锁金库大门进入内部 在敌人删除数据之前 解锁数据终端 完成C点 整个间谍终端完成 下面一个节点是火卫一的skyrish节点 这是一个目标任务 找到目标祈祷并不获它 即可完成任务 最后一个节点是火卫一的monolith节点 这是一个救援任务 我们可以通过监牢右方下方的一份门 进入到监牢的内部 找到并救出目标人质 然后攀权将它带到处理点 入完全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单杀 狗威的boss 海军绿弹队中式 跟着黄色蜗蝶 找到跨军绿弹队中式 等到击杀它 然后就可以撤离完成任务了